第一线老和尚还有一个参禅的弟子 不错 做到京山寺的首座和尚 定将京山寺的首座和尚 参禅的 知识分子 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 做土地工去了 因为他出家 他结过婚 太太不答应 他一定要出家 太太投火自杀了 自杀之后 这个冤情债主 就老是跟他身上 他非常用功 有护法神 所以他不能贴近 当然了首座和尚了 地位高了 首座的地位仅次于方丈 这在寺座是大火上有身份的 供养也多 大家对他都尊敬 傲慢心生起来了 那有这么一点傲慢心 呼发神就走了 他这个太太就贴近他的身 就附体 这附体 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人神志不正常 看到河就想往河里跳 这是他太太护身 他太太是偷水自杀的 淹死的 这被人发现了 把他救起来了 就手坐火上老的跳水 三次 都被人救了 这寺座的方丈 赶快通知 地位仅老和尚 这是你的徒弟 你赶快把他带回去 穿出去名声不好听 手坐火上 去跳江 老和尚就把他带回去 从镇江 坐船 到温州 到浙江温州 一路平安为死 老婆人照顾他 到了温州之后 因为他 担任过手坐火上 他有身份有地位 他寺庙就有个单独的疗房给他 那么有一天 早晨吃饭 他们又来 老和尚就去寒寒 怎么这个时候还没起床 去了之后 门是关到的 还没有人打印 大家把门的手把打开 打开一看 人没人 人不在了 后面有个窗户 窗户开了 大概从窗户走了 老和尚又想 不对劲 恐怕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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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水自杀 因为他外面有猴 这个猴可以走下 走船 翻船 他是不是又去 偷水自杀 赶紧去找 这派了人上上下 圆火就吵 找了一里多路的时候 尸首在 在后面 真的头绪自杀 那老和尚好吧 那就给他 照着这个出家人的规矩 给他这个念经超度 把他埋葬了 那么他有一个女儿 以前一个女儿 正在这个时候 他女儿哭哭啼啼的 到这儿找老和尚 老和尚 哎呀你来得正好 你有什么事情啊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他的父亲和母亲 要他来找老和尚 这什么事情 他说我的爸爸当土地公 妈妈当土地婆了 把这信息告诉他 老和尚马上就吓到了 附近刚刚盖了个小土地庙 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土地庙的 土地公土地婆 好 佛寺就在这个土地庙座 给他超度 老和尚说 你真的做土地公 你就显一点灵给我们看吧 就在佛寺桌子旁边 真看到 看到有个小旋风 有个小旋风在转 大概就是他玩的这个把戏 才知道 他出家的时候 这个太太缠着他 不肯放过他 你看看 缠了一辈子缠 到最后借苦 去当土地公去了 对 就在这儿就会说 不肯放过它 这儿就看着你 好 不肯放过来 感谢观看